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好 接下來阿芳姐姐要分享 剛剛講小鮮魚喔 營養又健康 CP值要高 那你要分享一個 現代人可以吃的地中海麵香青魚 對 一般我覺得現在大家買回去 都是這種就是節切好的青魚 覺得大部分的家庭就是油蒸蒸的 烤箱烤烤的就這樣子了 沒了 那我在家裡面其實 我會希望跟比較多的蔬菜去做結合 所以今天介紹一道我家燉的魚的菜色 好 然後我現在用的除了 剛剛譚老師比較常用的這種節切之外 我也把我們家的這個 這個魚啊 新鮮的 對 新鮮的魚 就是這一個是挪威青魚的切片 那這一個是市面上買得到的密封包 那阿芳老師現在在切的是 如果你去比較新鮮的這個魚市 也買得到新鮮貨 這個季節也買得到 那這個新鮮貨應該就是本地的 周圍的海域的嘛 對 就是我們說的就是南方澳 南方澳 近海啊 然後因為它的魚肉有很豐富的油脂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煎青魚的時候 記得一定從肉的麵向下 向下 讓它的一個油脂先釋出 所以你今天要給大家吃兩種 我把兩種 然後我擺在裡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有兩種不一樣的魚 一種是我們剛講進口的挪威的 一種是這個本港的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你可以在家裡面準備除了蒜頭 然後那個辣椒很特別 我今天這個是辣菜 愛吃辣的人應該會很喜歡 而且我用的辣是乾的辣椒 那至於其他的蔬菜呢 就看你 歡喜 番茄 好 這個季節 秋葵 這些 節瓜 對 然後最特別的是 在有青魚 我覺得青魚 燉番茄還有節瓜 是最好吃的 最完美的 所以那個剛剛魚多大塊 我的節瓜 就切多大塊 對 就切多大塊 所以這個節瓜也有一公分 有 等會呢 到時候可以燉 如果沒有節瓜 媽媽可以用什麼 然後我另外還會準備 有一碗的通心本 好 我們給鏡頭拍喔 這個是很多小朋友很愛吃的 那一種口味的義大利麵 好 然後我這個不急 我讓它慢慢煎 我同時另外一鍋 來煮湯跟料 對 就來燉那個湯底 好 我們先放一點點的 雜蘭油 好 那我們要炒一下我們的配料 我要從冷油的時候 開始下蒜片 好 然後呢 放一點點的辣椒 辣椒 對 這個跟傳統喔 義大利人炒 義大利麵的邏輯雷筒 就是蒜片辣椒先炒香 對 然後不用 這用乾辣椒跟用那個 就是生辣椒 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然後現在鍋子 我因為預熱 溫度夠 所以我的火是關掉的 好 慢慢的去爆它 但是香已經出來了 讓它那個香味出來 好 然後煎它快要焦了 不能讓它焦 趕快把消防隊 好 番茄 就是番茄 是水分 好 可是這樣子 魚翁還是很焦香 對 然後就把它 因為有水氣 就把辣椒的香味 跟工飽的原理一樣 對 就把它 這麼圓的 很香 而且你看真的很厲害 因為以往 這種煎這個青魚的時候 都是你這一樓在煎 隔壁就知道 你只煎青魚了 因為很臭臭 臭臭臨 可是你看它放到現在 我們唯獨 聞到就只有隔壁這一鍋 很香的這個蒜跟辣椒的味道 對 魚的味道到現在都還沒有出來 對 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個湯 開水 放進來 這個也不用額外 不用 不用 就清水下來 因為高湯在最後面燉魚的時候 連通心粉就一起燉 好 然後蓋上來 我們要讓它沸騰 那個真的有辣 現在鼻子有辣的感覺 有 而且嗆辣是香的 然後可以看到我覺得 好 看到我們的青魚果然 焦焦 焦焦 而且因為它真的魚油高 所以它真的不沾鍋這樣煎就可以熟了 所以對於想吃Omega-3魚油的人來講 他真的吃青魚算是CP值高 真的很划算 因為你想看 你想說我想吃魚油 那我吃Odoro好了 我鱷魚肚都是油花 為什麼吃這種油很多的 可是老實說 你在吃油的同時 一 它是不是就是魚油 因為即使是魚 它也有不同的油脂的組成嗎 你是說魚油並不等於Omega-3油 對 不是說我魚裡面的油都是EPA-DHA 這不等的 所以有些魚你餵飼料 天天都吃那種什麼黃豆粉 或甚至你都吃這種糊粉 它哪會有什麼EPA-DHA太多 沒有 所以重點來就是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吃這些好的魚油的話 甚至青魚算是CP值很高 那第二名來講是秋刀魚 第三名如果本土魚種是土駝 可是土駝有一個疑問 土駝第一個它比較大一點 而且有些人認為土駝 看海域有些重金屬的情況 對 所以我覺得前兩名都很便宜 大家真的是季節的時候多吃 不要再因為它 想到就番茄青魚就覺得很便宜 然後覺得不好吃 沒有 你看它現在做起來 就是一個完全沒有腥味的 對 好 阿芳姐姐同一時間 你稍微顧一下鍋子內的青魚切片 把它翻面上直接刮下去 對 我已經開始把它稍微煎香 就跟烤的紅椒 烤甜椒一樣 它們的蔬菜你經過烤過 那因為已經煎魚了 所以它就是很像烤的蔬菜一樣 然後等會再放進來 很妙喔 我現在也聞到一點魚香 櫛瓜香了 對 我家裡面櫛瓜這樣子煎 煎完 我覺得它就跟煎豆腐一樣 那我還有一個就是用一點醬油跟糖 然後最後我家最多的就是紫蘇 就是櫛瓜紅椒紫蘇 好了 然後現在鍋子夠熱了 我的魚已經都上來了 然後我的櫛瓜稍微你看看烤一下 讓它上色 然後讓它煎完 然後我們等這邊剛好 好 也滾了 好 我們的這個湯也沸騰了 是 然後現在我就準備要把這些魚塊 來 統統把它放進來 好 這個時候把魚塊跟櫛瓜 放到我們的番茄湯當中 對 好 這樣有地中海感覺 好 放一點鹽 從來都沒有想到 青魚也可以游在地中海這邊 對啊 真的 鹽巴可以適量 對 一點點鹽 然後再來我們要把 鹽的通心粉 通心粉 哦 這樣這一鍋就可以吃到 完整的營養素了嘛 對不對 麵食也有完整的營養素 膳食纖維有櫛瓜 跟我們的番茄 還有魚肉 我會用的是粒狀麵 就不會用是長麵條 而是看你要用貝殼麵 然後通心粉 花樣的通心粉 都是可以的 好 然後再來 好 季節性的玉米筍 你都可以一起放進來 那也增加它蔬菜 增加它的膳食纖維 對 然後秋葵 秋葵這個時候也可以下 對 哦 因為魚很快就熟 對 好 然後呢 這個黑胡椒粒 好 欸 你是黑胡椒的 這個顆粒 對 然後如果在家裡面有的人 你家裡有 不用特地挑什麼 你有什麼迷迭香 你有百里香 你有奧勒岡葉 通通都可以 你可以這樣子運用取代 胡椒都可以 然後現在把它關上來 好 煮一下 四分鐘到五分鐘 等誰熟 等它熟 基本上這鍋魚就燉好了 等會最後把我們的九層塔 放進去就可以上桌了 好 那我們煮它的同時 請教一下江醫師 吃這個輕魚 除了豐富的Omega 3之外 聽說還有非常多的維生素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是 因為魚裡面 其實它本身就有相當量的維生素D 維生素B 那B本身植物裡面比較難有 所以吃素的人通常B就很難拒除 那像這樣子的肉裡面 它的維生素B夠 那B我們也知道 它跟神經發育有關 跟維持神經的穩定有關 那B不足的時候 甚至容易有神經痛 什麼纖維痛這些東西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常常 有人去日本買那個 日本賣的那個什麼B群 然後來治療自己的神經痛 事實上也會看到效果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溫和的 治療神經痛的東西 那對小朋友發育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再請教一下黃醫師 這個我們常常講 吃魚可以照顧心血管的 這個健康 那聽說像最近是夏天 夏天其實你們臨床上 也會接收到一些心血管疾病 來的非常值得 這樣的案例跟病症 這個其實跟生活有關係 在以前我們 當然心血管發生的季節 差不多是冬天比較多 那最近這幾年 不曉得是飲食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夏天的話 其實也很多心肌梗塞的病人 很多醫院的話 最近這幾個月來講 都有接收到很多心肌梗塞病人 跟以前傳統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以前的話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冬天 現在的話 連發生的年齡都有下降的趨勢 大概三十幾歲的話 就有心肌梗塞 夏天的話也會發生心肌梗塞 我們自己的案例就是有一個 就是一樣在做業務的 他可能很忙 然後談業務都要抽菸 所以基本上的話 他幾乎也沒有在吃什麼 像我們這麼健康的食品 沒有 他就是每天就應酬 就喝酒抽菸 才三十歲不到而已 他結果他就心肌梗塞 所以說基本上的話 如果平常要做到保養的話 你在飲食上的話 可能要多注意這些問題 如果說你很忙 沒有辦法去注意你的身體健康 至少你飲食在攝取了之後 你吃進去的東西要先想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對你好不好 我們心臟學會有建議 大概每人的話 大概平均成年人的話 一個禮拜至少攝取兩次的魚 那每次大概一百公克左右 這樣對身體是有好處的 對 而且我們要知道一點 就是說像今天介紹這些魚啊 像慶如我沒改善那麼高的 其實對孕婦非常重要 之前有一篇研究 單就提升媽媽的 這個DHA的攝取量 小朋友 生下小朋友 到十二歲做自律生涯 跟對照組還有明顯的差異 好 那同一時間 我們這一鍋也好香喔 對 差不多 它是一個醉豐木蔬菜 然後燉魚 好 我把火力轉小了 好 那我們最後再加一點點 對 這個九層塔 我就是在起鍋前 好香喔 然後一定要把它 你不用去旁邊剝 你就找一個地方 然後有湯汁 就把所有的九層塔 放到裡面去完全煮熟 我現在就聞到黑胡椒香 跟九層塔香 可是完全沒有青魚的腥味了 這個一定要學 那我們來試吃喔 哇 我們阿芳姐姐 地中海肚女好好吃 好好喝喔 超好吃的 而且每一個蔬菜都好吃 那個櫛瓜 那個秋葵 那個玉米筍都好吃 都非常好吃 那加那個義大利麵 是很重要的靈魂 喔 那義大利麵真是經典 那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很多會常常看 那個義大利麵 它因為煮的時間 哪裡也不當 所以義大利麵 已經泡成白白泡泡的 那義大利麵不好吃 可是這個剛好燜的時間 剛剛好的義大利麵 它是要熟不熟之間 但是它沒有麵芯 但你就知道它是剛剛好 那那個時候會把這些湯 剛好就是吸過來 就非常好吃 然後湯也濃稠 重點是它的青魚完全沒有腥味 因為已經被香料 完全都搶走了味道 所以你只吃到青魚 尤其是台灣青魚 那個甜味跟嫩